医院普通收费员 两年贪污医疗费7万多元 穷孩子努力读书改变命运 为何沦为被告人 从好学生到被告人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大家好 我是一程 不久前 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了一起贪污案 被告人吴宁宁利用身为 医院收费员的职务便利 贪污医疗费 据了解 吴宁宁曾经是 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家境贫寒的她 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 进入了医院工作 那么从好学生到被告人 吴宁宁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 身着黑色衣服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就是吴宁宁 她今年38岁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2001年从未校毕业之后 她来到上饶市一家医院当护士 2003年转岗到收费处做收费员 根据我过刑法第382条的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植物上的便利 侵吞 窃取 骗取 或者以其他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构成贪污罪 她把这一部分费用占为己有的时候 实际上不只是给医院造成损失 也会给这个社会公众一种不安全感 只要贪污数额达到3万以上 就够罪的 所以检察委是必须要移送检察院 起诉到我们法院来的 案发后 吴宁宁主动归还了犯罪所得 认罪态度较好 在庭审现场说起自己的罪行 吴宁宁也是气不成声 吴宁宁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 她说 她的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离家 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就是从来不管我们两个人 下面还有个弟弟 从小生活 这些相当的困难 是你们在座每一位都没有体验过的那种献行 都是吃别人的手饭长大的 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吴宁宁 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 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她在学习上非常努力 因为成绩优异 她获得了当地一位爱心人士的资助 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未孝 医院普通收费员 两年贪污医疗费七万多元 穷孩子努力读书 改变命运 为何沦为被告人 从好学生到被告人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写一句话 爸爸是困困 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爸爸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捞入了东西这句话 我爸是安全人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 在城里开发工作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妈妈烙的骨头香子 他们是奋战在一线的人民警察 而我们则是记录他们的眼睛 在聚焦反诈的制斗战场 在服务民生的温馨现场 在打伞破网的攻坚战场 他们在坚守 我们在记录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从卫校毕业后 吴宁宁来到上饶市中医院工作 成为有正式编制的员工 可以想见 经历过贫寒的吴宁宁 是十分珍惜这份工作 那么今天的她 为何会站在被告席上呢 身为收费员的她 又是如何贪污医院的钱财的呢 2018年12月中旬的一天 医院的财务人员发现 账似乎对不上了 吴宁宁在收费处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收取患者的 门诊医疗费 以及对患者提出的退费申请 进行退费处理 面对质疑 吴宁宁很快承认了自己 在退费单上做了手脚 我们当时发现的金额是不高的 几百块钱 对核对工作量嘛 几百块钱 然后就问他 他说是有多少钱 问他多少钱 他说有几千 有两千多块钱 我说几百就变几千了 然后第二次 找我们监察室主任跟他谈吧 他就说四千多 我说因为这就不对了 那个东西可以涨的 那问题就大了 警察从2016年开始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 吴宁宁共贪污七万余元 吴宁宁说 她的贪念是从一次偶然的发现 开始滋生 并依发不可收拾的 正常的你这个患者要退 比如说举个毕业 例子两百块钱 你现在不做这个检查了 要退 然后把所有的票据给我 我可以帮你退掉的 但是我做的这个账 就是患者都已经做了检查了 我就擅自把他退掉 因为家境贫寒 为了多赚取一点加班费 吴宁宁总是主动申请上夜班 2016年的一天晚上 她在处理一笔退费的时候 不小心点错了 给一笔已经发生的检查费 办理了退费 之后吴宁宁又故意 作废了几笔发票 一直没有被相关负责人发现 她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操作一下 将患者的医疗费放入自己的口袋里 人呢我跟你讲 真的是不能够有贪欲的 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我能够两三千块 三四千块钱用下算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就每次都会情不自禁地 去弄个几百块钱用一下 这就是人性的贪欲 就是心理系统使用以后 可能大家就觉得 又有计算机建构了 这肯定比人更精确 所以作为老童童呢 他就可能就比较迷信 这个新计算机桶的 每次就按计算机桶 就是这个计算表进行了工作 他等于就是 他也没发现了这个诺童 就就把铁路作为 就把钱拿走了 吴宁宁说 他基本上每个礼拜 都会私自处理几百元 到上千元的退费 这些钱大多用于 他个人和家庭的消费 那花钱的地方多的呢 生活真是很多很多花钱的 小孩啦 生活啦 自己买衣服啦 各个方面嘛 很多很多花钱的地方 不过也感谢这个医院 发现了我这个错误 如果是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发现这个事情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事实上 医院开出的发票 共有三连 一连给患者 一连给相关的科室 另一连交给财务作账 所以在他人看来 吴宁宁的行为 无异于掩耳盗铃 你掩耳盗铃差不多了 按常规思维 是没有能为这种去做的 发票三连 你要做得三年多齐了 第一个一几个财务 才能叫作废啊 那两年还在外面使用呢 他直接把自己的 手在那边作废了 然后就把钱给揭留了 所以这个肯定会被发现的 案发后 吴宁宁也已被医院开除 院方称 不可否认的是 医院的管理制度 也确实存在漏洞 目前 他们也正积极地进行整改 我们觉得这个 还是蛮通行的 这个事情 教育还是蛮深刻的 没有保护网干部 应该是说 跟制度不健全 还是有关系 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完成制度 反正跟收费有关系的 跟医院退位管理有关系的 我们都在 一下一下在合场 看还是有什么漏洞 据了解 身为医院的收费员 吴宁宁每个月 也有四千多元的工资 那么 她为何会铤而走险 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 吴宁宁说 童年贫困的生活 虽然给了她改变生活的决心 也深刻影响了 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这个人对情人看得很重要的 每一分每一礼 我都会倍加珍惜地去使用 工作几年之后 吴宁宁在别人的介绍下 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刘斌 这是一段让她十分不满意的婚姻 按道理来说 我有个车时代为人 我找个老公 至少也是跟我一样的吧 但她什么都没有 还是个我 通后的生活也是一大户 因为她没有什么收入 我自己在医院 三千多块钱的工资 工资都好像有点不够用 我在工地住室 她就好像有点歧视我 就是他们那多人 在朋友之间 那同事之间 因为她聚会啊 他们那些朋友结婚啊 我都不去的 因为我是做这个的吧 做这个工程的嘛 做这个在外面工地做点事 他们那都是上班的 吴宁宁一家四口 居住在一套 五十多平米的两居室里 因为家庭困难 每年她都被列为 单位的救助对象 住在广东路口 在我们上牢 那算平民库样的 经济条件是很困难 明年工会不是有困难 这么救助的吗 那么这个东西 他家里是蛮困难的 因为他没有父母靠 然后就两个人自己 带两个孩子 家里的环境是比较差的 这的确是事实 这个我们去过就感觉了 有想象真的要差得多 吴宁宁的父亲 是当地的地保护 家中还有一个 他37岁的弟弟至今未婚 身为长女的他 承担了家中几乎所有的开支 吴宁宁在工作之余 在茶楼 服装店 做过兼职 也曾经在夜市摆过摊 但是他上有60多岁的父亲 要赡养 下有两个孩子要抚养 日子仍旧过得捉襟见重 因为感情不和 2016年吴宁宁和刘斌已婚了 2018年 两个人为了孩子 又再次复婚 这个时间 与吴宁宁贪污医院的钱的时间 正好重合 在外人看来 在离异期间 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无助 让吴宁宁将罪恶的手 伸向了单位的医疗费 你就是为了这几万块钱 工作丢了 现在你一万有 都有差不多有四五千块钱 一个月了 你一年就把它赚回来了 这个事情一出来 我们家里 就是再 再套了 我因为我儿子 老三就要小学生初中 女儿差不多要读一二一王 这个条件又并套了 6月17日 新州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吴宁宁犯贪污罪 判处有机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宣判后 吴宁宁书面提起了上诉 本案将移送上饶市中进人民法院 进一步审判决 每个人在工作广告上 应该脚踏实地 做好每一件事情 真的不能够有任何任何的 任何任何的马虎出现 千万不要犯错 反正犯了错 迟早一天都会被发现的 心里不能有谈 和正正规规的 赚好每一份明明白白的钱 这才是赚到 从贫困儿童 到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再到如今的被告人 吴宁宁的经历让人唏嘘 她曾经励志刻苦读书 改变命运 却因为贪念 让此前的所有努力 都复之东流 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 家庭条件差 经济压力大 并不能成为她犯罪的理由 在任何时候 想要致富 都必须通过自己 正当合法的劳动 来获得相应的收入 有警示